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节目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2月20号在欧洲议会公布了最新的 2013年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 中国继续被列为不自由国家 自由之家通过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个类别 将各国自由程度从1到7加以评比 1是自由程度最高 7是最低 中国的政治权利等级是7 公民自由程度是6 在187个国家中位列末端 报告说中国自由度的亮点 在于备受瞩目的不同政见者 和大量普通民众敢于维护自身权利 挑战不公 英国《卫报》2月22号发表调查报告说 中共有意容忍基督教在西藏的传播 意图用基督教传教士 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反作用力 摧毁西藏宗教 报道说从1949年毛泽东宣布 西方传教士是精神侵略者 并且将他们驱逐出境之后 传教在中国大陆成为非法 但是目前在西宁大约有400名外国人 其中多数都是传教士 文章说 作者采访的十多人都认为 中共当局选择性的容忍西方传教士的原因 可以说用心嫌恶 文章援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问题专家 罗比·巴尼特的话说 目前在西藏的传教士现象颠覆了西方 对西藏的标准看法 西方社会意图保护西藏宗教 而中共政府则试图破坏 这些外国传教士的目的是 想要用自己的宗教代替西藏的宗教 2月22日受到化工厂严重污染的江西双原村 300多名村民高局写着 还我绿色我要生存的横幅 游行到污染村民饮用水源的当地化工厂示威抗议 要求化工厂立即停产并且搬迁 结果遭到派出所警察和厂邦保安的暴力驱赶 两名村民被打伤 三天前 双原村数百名村民曾经到镇政府办公室上访 在办公室门外被警察驱散 有村民到派出所报案 反而遭到工厂老板的死亡威胁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当地村民表示 他们准备稍后集体到北京 在两会期间上访申诉 2月22日 广东省街西县棉湖镇上浦村 发生群体斗殴事件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 事件起因是村委书记李宝玉 要把500亩田卖掉 遭到全体村民的坚决反对 于是李宝玉雇用了60多名黑社会打手恐吓村民 为了保护土地 村民在京原公路 与数十名打手开战 掀翻和砸烂了打手的20多辆汽车 下面请您收看时事静闻 我会不会打算 吧 我是李宝玉雅 当然 那么 我感觉对于这个 我们要看